家是一個人的內在 你像我們在外面面打拼 我不管外面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回到家裡面 它就是我一個很安全的 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堡壘 跟貧窮富貴它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跟地位跟權利沒有任何關係 它就是一個家 就是一個讓你能夠安靜 內心平靜 然後一個溫暖的家 我是幼幼 是一個全岸室內設計師 就是我設計我這個房子的時候 其實我有在考慮 就是當我20年以後 或者是我30年以後 我六七十歲 我返回到這個房子裡面來的時候 我是否喜歡它 就是我是否覺得我當初的設計 是打動我的 其實家的話 其實你一進來的時候 它跟感受有很大的關係 比如說它會有一個聽學的感官 一個味覺的感官 就為什麼我會點香或者是 為什麼我會買一些香薰的東西 甚至我會買一些鮮花 其實你人一進來的時候 通過它的感受 它的味覺或者聽覺 它在感受這個房子主人的一些氣質 它的氣息會在裡面 你就像比如說 你為什麼會在沙發旁邊放一個那種蠟燭 除了營造一些這樣的氛圍以外 它其實它還會灑出那種蠟燭那種擺動的聲音 其實在人安靜的時候 它就起到一種治癒的效果 我就覺得好像這個世界上 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此刻坐在這裡 我的內心是平靜的 我覺得我的設計 我的點就成功了 年輕的時候你會覺得 我要設計一個多麼美麗的 多麼讓人眼前一亮的那種 或者天馬行空的那種設計 現在一個身份的狀況 比如說我結婚了 然後我生孩子了以後 我就會發現 其實就是家裡面就是越簡單 它其實它是越耐看 它的內容也會越多 其實當時我有一個這樣的事情 還沒有設計過很多房子的時候 我記得我坐在我們家這個河邊 然後看到的全部都是這種房子 他們那個房子我會在想說 這裡面會有幾戶是我設計的房子 我為這個業主去呈現出 他內心的家 我把它呈現出來 我為他們建造出一個 他內心中具象的家 我覺得我內心很豐盛 就覺得我很幸福 就是這樣子 就是那種感覺 婚姻這個方面是可與不可求的 其實我從來不催婚 或者是我無法理解長輩們的催婚 因為我覺得好的婚姻 它並不是說你有多優秀 你就一定會嫁到一個多優秀的人家裡 或者是你會娶到一個多優秀的人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它其實還有一點點 命體的成分 就是它跟那種正彩上差不多 其實大家都需要自己做拉甲 從我們大眾來說的東西 其實它概率還是算小的 能夠讓我遇到我先生 然後生下的孩子 又是那種天使寶寶 我就覺得上天對我挺好 其實我覺得婚姻也好 我家庭也好 它一定是一個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 它不像那個傳統的一些觀念 就覺得 女性就一定要在家裡拜寶寶呀 或者是那種洗澡呀 什麼的事情就必須你來呀 洗碗做家務便利拿 它沒有任何的這樣的方法 它原本就是你做決定 我支持你 就是屬於一個這樣的狀態 而且我女兒就特別黏爸爸 她一回來 她就覺得這件事情 很自然地接手了 而不是說你累了呀 我給你接手 不這樣 比如說我出去半個月 我完全不怕家裡面發生任何事情 包括我小孩 你會覺得 有一個很穩重的伴侶 就會讓你覺得 就是你就會勇敢地往前面衝 就是發生任何事情 家裡就有它 給你來處理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是你的底氣 它就是你的底氣 頂NANO stressing 感谢观看